会有地球有情都会死掉 它不能停止 所以太阳光是如此 月亮是如此 风是如此 蜜蜂 水都一样 所以各位要感觉到 世界的万事万物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树 全部人都没有氧气 因为树把我们呼出来的 不好的二氧化碳吸收了 吸收以后换成氧气给我们 所以人不能够离开树 那佛陀佛要我们 有这样子的感恩的心 对树 对草 对太阳 对水 对土地 都要有这种感恩的心 而且他们在这种痛苦的状态 来吸收我们的苦难 所以我们各位没办法出家 二十小时行菩萨道 至少在佛菩萨的节日 或是六斋日 站在菩萨道 地藏经还写的十灾日 都要精进的 保持在不自私的空性 以及对众生平等的大悲心 将来恢复佛性的生活 这才是我们念一下 本来面目 我们的本来面目 不是男人 女人 有钱 没钱 凡所有相都是虚幻 我们就是有执着 所以被卡住了 所以金刚经要我们念一下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所以因无所住 就是一点都不执着 了解一切都是空性平等 而生起平等大悲心 帮助痛苦轮回的众生 所以各位 今天你暂时放下吧 你平常很担心你的儿子 你平常很执着那一份感情 你平常很执着你的外表 漂不漂亮 很执着你的事业 如何如何 会造成你的心理压力 这个心理压力也会造成你肉体的痛苦 也会障碍你的智慧 如果我这个出家人 我还在担心我个人的财产 过去的太太 儿女 那我就会看不懂经典 我把经典背起来也没用 把金刚经讲的滚瓜烂熟也没用 为什么 人家听不清训 依文解义 三世佛焉 你只是在讲中文 不是在讲佛法 很多人把佛法解释得很好 但是对方也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真实的金刚经的空性 他讲普门品 他对我们一点都不慈悲 讲完普门品一人收二十块 如何如何 那一点都不慈悲 那你念普门品没用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啊 简单的说 来 念下来 完真的 各位你要修行要真的 佛教的真是真理 真相 无我相 人相 终身相 受者相 这个真就是空性 空性显现出来 大慈大悲 平等一切 那 如果我们对很多经典 不容易了解 那各位今天就是 应无所助 一点都不执着 所以各位 你不要把你的压力 再带过来 虽然我刚刚提到我妈妈在生病 对我有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 是一种慈悲的压力 我的妈妈要我 以对她的方法去对待众生 这样就对了 所以我这个妈妈 是我慈悲的温度器 我不能混 因为我执着我妈妈一样 所以妈妈快乐我才快乐 妈妈一点痛苦 我就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我要每天都很精进 所以 那我想各位 这个不是压力 慈悲不是压力 慈悲是一种力量 但是呢 执着的爱是一种烦恼 是一种压力 所以各位今天放下 不要去想恨的 不要去想爱的 所以我问各位 有没有人欠你钱 暂时忘记 没有 有没有人恨你 没有 因为你要全然放下 你不要有个压力 我老公对不起我 你一直有那个压力 看你那个脸就像完蛋了 香蕉脸 忧郁 没有老公对不起我 那个脸就压力了 我儿子不乖 就一直放在心里 那你这个长期以来 造成身心的压力 就会有癌症 就会有病苦 所以八观灾界佛陀告诉我们 念下来 一时涅槃 今天就是涅槃的快乐 远离世俗的压力 出家清净 所以这个地方叫空门 清净叫空门 不要有压力 压力是自找的 放下就没压力 但是我们要放下自我 却要承担众生 那希望各位今天一日一夜很精进 想了地狱道 饿鬼道 所有得癌症的 那些国家这些政府官员领导 他们压力好大 做事也有压力 没做事也有压力 所以他们都好痛苦啊 所以我们要很精进的修行 减低 让世界没有灾难 让非洲赶快恢复没有饥饿 让叙利亚的战争赶快过去 让很多地方的群流感 赶快消除 因为众生都在被火烧 轮回的众生 时时刻刻都在苦的状态 所以念下来 无常故苦 无我故空 这个世间一切变化无常 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在苦的状态 各位还没有体悟好 如果体悟好你早出家了 三界如火载 快走 这个世界没有快乐的 这个世界是一个火灾现场 怎么有人会待在火灾现场 所以呢 三界皆苦 我们死是来清凉撒甘露的 无能安知 学观音菩萨 有苦难就有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骗撒甘露 为什么 因为众生二十四小时都在受苦 只是因为众生现在有一点快乐 他就忘了痛苦 就像嘴巴有蜂蜜了 忘了下面有老虎 上面有蛇了 佛陀比喻我们就是这样 有一点点快乐了 现在老公对你很好 幸福 幸福 得癌症也幸福 你老公对我很好 我有一份很好的感情 那你就忘了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还好 虽然我们随时在变化无常 那有一点点快乐 会让你觉得没有痛苦 但是如果你到天上就不好了 到天上纯粹快乐 所以他就不会修行 到地狱二轨道 他纯粹痛苦 他不会修行 那我们人间又苦又乐 多苦少乐 就像你上班二十九天 终于最后一天快乐 拿到薪水 然后呢 拿到薪水 快乐几天就花光了 然后又继续辛苦一个月 有些人说 我忙一年赚钱 准备买一部车子 然后他要忙 三百六十五天 终于拿到一部车子 坐在那边 车子是我的 辛苦来的 搞不好你只买两个轮子 人家买四个轮子 但是人就是这样 虽然辛苦 他得到一点点钱 他就可以满足了 所以各位呢 那你千万要记住 这个痛苦永远存在 为什么 变化无常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像各位坐那么久也会苦 坐也苦 站也苦 不然你回家躺着也痛苦 这个叫在家 坐也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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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痛 是吧 你们这边是讲福建话 讲什么话 广东话 有真的痛 没有真的痛 有没有也痛 没有没有也痛 没有人要嫁人 有人要离婚 离婚还算你放得下 有些人 痛苦也要离 痛苦 每天玩家小伙子也要倒顶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痛苦 有无同忧 那各位佛陀告诉我们 痛苦不是对方给你 不是你老公给你痛苦 不是你老婆给你痛苦 是因为你有一个我希望对方爱我尊重我 那个我让你痛苦 因为你有一个执着 所以我想你得癌症也没什么痛苦痛苦 因为佛陀也生病 这个世界有身体没有人不生病了 但是你不能接受 为什么别人不得癌症 如果大家都得癌症 你给他感恩我感恩 别人都一百七十公分 我一百公分 我不感恩 别人都皮肤白 我什么黑黑的 我不感恩 因为人有这个比较 至于他觉得痛苦 如果所有人类都一只脚 那你就不痛苦 你会奇怪我为什么两只脚 所以问题是各位 比较是痛苦 分别是痛苦 那我们首八万再戒 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就是透过戒定会 八支就是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今天不能有难你的云域 全断邪淫 不妄语 不喝酒 今天也不能吃葱蒜 不爱漂亮 不化妆 今天不能睡夫妻的床 不睡卧高广大床 今天 不能唱歌 看电影 看电视 卡拉OK 要保持清净 今天晚上不能吃饭 为什么晚上不能吃饭 晚上不吃饭 明天早上四点就会起床 自动了 减少睡觉 晚上吃饭 不会想老公 想老婆 没欲望 晚上睡觉 那你的胃部 肝部 肾部 休息一天 不会生病 所以各位 你如果身体不好 晚上不要吃 或是喝个汤就好 你晚上吃越多 又喜欢吃宵夜 然后你的器官附和不了 因为它必须花很多功夫 去消化你的东西 特别吃肉的人 吃肉的它会短瘦病多 吃素的它会长瘦身体有力量 因为它自然消化 炒食性的自然消化 不用浪费你的器官 所以今天晚上不吃饭 除了健康 没有欲望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来 慈悲鬼道 因为到了黄昏晚上 大部分的孤魂野鬼 就跑出来找东西吃了 那个孤魂野鬼 比蚂蚁多百千万亿倍 只是你人类看不见而已 然后如果有人晚上吃饭 吃一口饭 所有孤魂野鬼就会吐火 为什么 孤魂野鬼只要人家刺激它 说在吃东西喝水 它马上就会吐火 烧它的脸 烧它的全身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了解这个道理 晚上不吃饭 因为吃饭会让孤魂野鬼吐火 所以我各位今天如果守八观灾戒 晚上不吃 整个古境地方上的二轨道 今天都不会吐火 太慈悲了 只要有一个人守八观灾戒 他们就不吐火 这慈戒的力量 那现在大乘佛教的法师 也不见得每个都做到过午不时 但是至少他们做到怎么样 要吃饭之前先施食 四点半他们做晚课 就要蒙山施食 像我们现在前面后面都在做烟供 在施食 不施食物给他们 烧很香 撒水给他们 我们来受报案在戒 希望以戒的功德 减低他们的痛苦 回向给他们 他们可以升天 去极乐世界 所以晚上不吃饭很慈悲 那如果你要吃 至少要施食 那把晚上这个吃当做药 那吃完干嘛 去祝念 继续去慈悲 那如果站在解脱道 晚上他们不出门打坐 那如果纯粹的打坐 不要吃饭 比较好入定 但是如果你要做菩萨 三经半夜还在祝念 还在帮助别人 还在做很多事 那老和尚 我们中国说晚上可以吃 不要贪 因为你这个体力是为了慈悲 是怀着菩提心而吃 那如果你的身体本来就很好 能够利益众生 又可能也可以做到过午不时 那就是你有累世的善根 很有福报 好 那各位了解 大概受报案在戒的意义 外表受八条戒律 包括断除欲望 内心里面修禅定 保持念佛 念法 念身 念天 念戒律 念布施 正念 然后呢 以这样子 来开发自己的菩提心 空性的智慧 那一天之内 圆满六度波罗蜜 念一下 布施 我们今天受戒 所有功德回向给众生 为众生点灯啊放声 叫布施 也消除自己的贪心 第二 持戒 那我们今天一日一夜持戒 绝对不会伤害众生 要把持戒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让他们往生净土 升天 第三 忍辱 那受包含在戒 各位晚上不能吃很多不方便 大家挤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样呢 能够断除自己的称慧 所以各位 一个人环境也不好 对他修行越好 才不会骄傲 知道对吗 今天你是个大老板啊 大主席 大会长啊 就会骄傲一点 那脾气就会不好 那你这样就不好修忍辱 一念称心起火烧功德里 不好 所以各位 你条件越好 越有钱 多到一些人家不认识你的地方去 去做义工啊 去擦地板啊 去拿垃圾啊 这样好一点 不然你平常养成一种骄傲的习惯啊 这样不好 那个骄傲久了 因为你有钱身份好 每到人的地方 哦哦哦哦 会长来了哦哦哦 董事长 这样 那你那个骄傲习性养成呢 对你一辈子伤害很大 你笑都不想笑 这样 所以各位要忍辱 今天要修忍辱 杜称慧 再来精进 今天短短24个钟头 哇 可以修很多的功德 今天是佛陀神定乐加持 一亿倍的功德 又观音菩萨的加持的功德 所以各位要分分秒秒精进 再来禅定 保持在空性 保持在悲心的身口意 禅定不是光打坐啊 专心的照顾老人 专心的放生 一心一意的做焉供 一心一意的想了众生苦 你在念欧玛尼佩玛尼佛 最好把整个地图 挂在墙壁上 从非洲看到北极 从北极看到南极 欧玛尼佩玛尼佩玛尼佩玛 这样念啊 把六道轮回图挂在你家里 从地狱念到天上 每一个 每一层的痛苦你都要关心 就像各位古镜 你开车 每一家每一户门口 都给他念五分钟 你要慈悲 人家晚上睡觉了 你给他念到天亮 你们睡吧 希望你们家家户户 都得到我的功德 这样的精进 保持这种身口意叫禅定 所以大乘的禅定不是打坐 是一种不间断的悲心的行为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很喜欢做焉供 只要焉在 我就会一直替他们念 我一方面看经典 处理佛教的事情 马上又站起来 又再念一遍 公司 又再念一遍 那焉没有了 哎呀 我们心里就很痛苦 所以观音菩萨的甘露水 永远不要停 所以各位以后 最好在你家门口摆一个滴水 一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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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有前请一尊观音菩萨 现在有垫 从他的甘露瓶会一直滴水 滴水 或是你家门口有那个水在转的声音 那有水在 那你就会一直观想 观音菩萨的甘露 不停的骗洒甘露 那你的慈悲心就不间断 如果水停了 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痛苦 他们不能停的 我的师父常讲 这个世界就像一块烧了红红的铁片 这个世界三界如火载 我们这个甘露水一直倒 一直 至少那一块叫清凉地 如果我们这个甘露水不傻 他们没有地方脱离痛苦 至少还有一块清凉地 可以让他们不要被烧 所以各位 慈悲不能间断 甘露水不要间断 点灯不要间断 烟共不要间断 阿弥陀佛不要间断 阿弥陀佛不要间断 所以你在你家最好摆一个念佛基大悲咒 只要你听到你就合掌 愿观音菩萨的慈悲甘露变傻 而不是说听惯了不理他 各位要把念佛基当作你的手机 叫起来赶快接哈啰 好像生意来了 你时时刻刻都在注意手机 有没有人打电话 有没有人传简讯来 你要有这个不间断的 这个叫禅定 禅定波罗蜜 所以今天要保持这样子的禅定 再来波尔波罗蜜 虽然我们不失词见 人入精进禅定 但是要了解空性 这个叫三轮体空 不执着有一个我 也不执着你在接受我帮助 连这个法本体也是空性 要有这个波尔智慧 波罗蜜智慧 了解万法都是平等空 却不离大慈大悲的行为 那我们八观哉戒的一天 就能够圆满 念一下三规一 受五戒 十善业 八正道 三十七道平 六波罗蜜 皆圆满 哇 所以八观哉戒 为什么一天八观哉戒 可以有两百万劫的富贵 如果各位用这种大悲心 菩提心 一天 做完了人家几百亿事的功德 两百万劫 两百万乘以十四亿年 然后再乘以四倍 再乘以四倍 小劫 中劫 大劫 有两百万劫 这么多年的时间 一日一夜 如果用这种菩提心 来守八观哉戒 特别今天是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加持 所以各位 以后人家问你 什么时候出生了 什么时候 二夜十九 妈妈给我一个肉体的生日 佛陀给我一个智慧的生命 所以我们出家人都是六夜十九剔头 为什么 人家问我师父说 你要说六夜十九 所以我们在那天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之前是自私的 为自己的 六夜十九剔头了 然后是走路了 跟佛菩萨同行同愿 同一鼻孔出气 那这种生命 重新给我一个生命 然后以这个新的生命 来感谢现世父母 妻世父母 所有众生 所以我的师父要我不能带钱 不能带钱干嘛 那吃啊喝啊水啊衣服啊 都是别人供养你的 如果你自己买很多衣服 买很多钱 银行放的钱 你就不懂得叫感恩的心 是我有钱嘛 所以我师父说 不准带半毛钱 然后呢衣服人家送给你 然后你这样来过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这些供养你衣服 供养你饭菜的 都是你色身肉体的父母 没有这些父母 我们不能活啊 那这样才能够 让自己对所有众生 感受到奴妈妈的慈悲心 那希望我这样讲 那以后各位守八万载戒 只要一个月有六天或初一十五 你就保持这样的心态 守戒律 没有贪欲 保持悲心 过一天清净大悲的生活 所以我们把八万载戒在大乘佛教叫什么 来 念一下佛陀日 在泰国叫佛陀日 一天一个月有六天佛陀日 那是现在我们被西方影响的叫什么 礼拜天 跑到教堂做礼拜去 搞错了 在大乘佛教是周修二日的 一天初一初八十四十五 二十三二九三十 事实上是一个月有六天 一个月有六天 七天一天两天一天两天 这六天是要来做佛陀日 那一天大家就恢复我们的戒欲 禅定慈悲这样过日子 好不好啊 希望大家把六天记下来 或是至少初一十五 那如果你要配合礼拜天 那也没关系 礼拜天不是麻将天 不是旅游天 我们就去佛堂 早上来佛堂念经拜佛忏悔 下午去放生 护木区医院关怀 把你的专业做义工 你是医生做医疹 你是会计师 免费的把你的会计专业 提供给别人 就是把你的专业奉献给别人 不要开口都要钱 凡事都要钱 如果你是开餐厅的 初一十五 免费免费 吃灾吃灾 那你就放在功德箱 人家来护士 就像各位今天来受报万灾戒 寺庙请我们吃饭 那各位要打灾 记得打灾 然后呢 最好是用自己的父母 悲心 打灾回向给众生 回向给父母 要这样 因为寺庙嘛 给我们吹冷气 给我们场地 给我们吹电扇 有电啊什么 那我们呢 一个佛教徒在寺庙吃饭 如果寺庙跟你说 吃饭是五块 那你就不来了 不好听 但是我们是自动打灾 那自动打灾久了 寺庙说 那不用收费了 因为大家会打灾 不过现在有个恶性循环是什么 怕大家不会供养 干脆订好价钱 受包裹在借三十块 做前面的五十块 现在变成有 有这种不好的现象 所以我也跟寺庙说 不要 不要收 恢复 以后我们来 我们会自动供养 不要缴钱 这样不好看 佛头会掉眼泪 等一下还买门票 这下可累了 所以排位不要钱 座位不要钱 我们自动打灾 好不好啊 那哪天我们寺庙就恢复这样 那都好咧 大张的多少钱 小张的多少人 那就干脆开银行好了 那没钱就不要超度了吗 那不能这么说 所以我们要恢复佛教的传统 慈悲与智慧 所以一步一步来 没关系 不过我这个想法 本来就是经典的这个想法 有些地方还是不认同 海道法师以后 你不要来我们这边传戒 蛤 不给我们收钱 不要你 那 那没关系 随缘的路边搭个棚子 也可以收戒啊 但是我们还是要 恢复清静 所以我希望各位休息的时间 中午多写排位 好不好 免费写多一点 没有用一张白纸 你想得到的名字都给他写上去 消灾也 因为我们这样受戒才有功德 为什么 往生者越多 我们的功德越大 这样了解吗 那我们回向的对象越多 我们的功德力越大 悲心越强 那我们持戒的功德才大 对不对 就像你念阿弥陀佛 回向给众生 那你的功德便无量无边 今天我们要随喜一个功德 我们千场燕贡 在黑龙江有一个上智小组 他们每一个人发愿 读一百万的佛号 今天要回向 到昨天为止 念了 念一下 一千四百六十万 佛号功德 他们这个小组才二十个人 但是他们很精进 他们说 一人念一百万 从十五号到今天 正月十五到今天 要我们做回向 所以来 千万佛号功德 供养三宝 回向六道众生 得到念佛焉共功德 他们大家在那边 黑龙江做焉共施死 大家就一直念佛 然后呢 能够圆满一人一百万 希望二十个人圆满两百万 那其中有几个专门念无量寿经 专门念地藏经 所以他们没有念满两百万 但是今天就会到达一千五百万 念佛的功德 随喜功德 那这样他们这辈子就有意义了 所以我想各位昨天有听我说 站在人天福报 受一天八观灾戒 追求的是健康长寿 消业障 那你可以 受八观灾戒可以七世升天 七世做人 叫二十小节 不堕落三个道 站在解脱轮回 想要振阿罗汉的心 受八观灾戒 一日一夜 念一下 六十小节 不堕山途 富贵自在 但是今天观音菩萨圣诞 我希望各位发起 愿成佛 帮助所有众生的菩提心 来受八观灾戒 那就变成了 两百万节 富贵自在 以此功德 回向众生 不是为了自己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功德 就像你赚更多的钱 可以帮助更多的独居老人 可以帮助更多的癌症儿童 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很痛苦 网路发达以后 经常有人生病没钱 透过网路希望我们帮忙 我们实在是有心无力 甚至有人说不要帮忙 搞不好他骗人 我说你没办法分 多少记忆点 至少为他停五分钟 念佛回向给他 但是如果你看到众生在痛苦 哪怕在骗你也是痛苦 然后你就不帮他忙 那我们就失去一个悲心 那就太浪费了 所以各位 缘就是一个资粮 所有的因缘都是你悲心的诸缘 那这样就对了 这个人是坏人 你更要为他念佛 这个人是好人 我们更要为他随喜 但是你千万不要有分别心 所以我们修了两百万节的功德 而且在八观灾界 共佛共花共灯 等下各位中午 多帮忙共水共灯 做烟共 下午还要放声 各位今天多念观音 谢谢大家